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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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所介紹的是 兩個大腦的合作 AI X HI 數位分身技術 那我們現在在人工智慧的時代 很多人都覺得說 人工智慧會把人的工作給取代掉 事實上有很多工作是人才能做得到的工作 包括了人是一個很萬用的Sensor 人有無感可以去感知 人類本身很適合做一些跳躍性的思考 所以在處理很多複雜性高 互動性高 然後不確定的工作上 其實人類的很多思考是AI所無法取代的 所以在未來的工作上面 事實上AI跟人類智慧 Human Intelligence HI 這兩個大腦其實處於一個合作的 一個人機協作的工作的形式 在這樣子的工作型態以後 其實我們所需要的一個應用 是需要把人類的智慧 人類的智慧其實是隱藏在人類的腦海當中 在很多傳統產業的領域裡頭 其實很多老師傅的智慧 工匠智慧都非常的傑出 但是他們在腦海裡面說不出來 所以我們在這樣的應用上 必須要把這樣子的隱性的知識 第一個把它顯性化 從他腦海裡頭抓出來 第二個 要把它的這個顯性化知識 在數位化變成數位的知識 那就可以把這個人類的知識 變成一個一個知識的模型 以及我們所說的 AI知識的數位化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再透過電腦協助做一些 這個大量數據的運算分析收集 就可以產生出很多在作業現場 結合AI加HI的一些作業的建議 來協助人去執行工作 這是一個未來數位工作時代的一個工作的形態 這樣子的事情上 台灣其實有非常好的發展機會 我們剛剛講的這樣子的一個流程 大概不外乎第一個 從IoT一些Sensor 一些設備 把所謂的隱性知識給它做顯性化 然後這個數據傳輸到雲端 形成一個數位的大腦 再把這個知識給萃取出來 在這個地方台灣有很好的軟硬體的技術 所以在整個IoT的設備上 台灣的能量是很高 數據的傳輸 台灣可以結合一下國際上的5G的標準 大概國際上大家也都發展得很好 然後在數位大腦的部分 跟知識萃取的部分 台灣其實有非常好的工匠的智慧 可以來做數位化傳承的事情 不過在什麼領域 所以如果有這樣一個技術 我們把它叫做數位分身技術 把人的智慧做一個分身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在各個領域 做一些很好IoT的解決方案 結合人的智慧跟機器的智慧 來從事下一階段的工作的服務 經濟部技術處其實在從1106年開始 就投入在這個領域做一些掀起的研究 發展到現在我們在 不管是在製造業 或是大家可能跟資訊 感覺上落差比較大的農業 我們都有在AI跟HI的結合上面做很好的應用發展 這樣一個技術領域的應用的話 我們大概把剛剛講的知識 這樣子的形態 用技術的角度來講 它就是有四個事情 第一個是我們把HI的知識做一個封裝 如何讓人類的隱性的導海流知識 變成一格一格的機器學習的模型 也就是它的分身 這是技術模型的封裝 然後到了現場的時候 要用什麼樣的模型去協助人類做工作 就是模型調用管理 最後還有廠級的數位分身跟戰情 那本身我們在這邊除了傳統 數位分身製造業之外 我們也在數位養殖的產業 有很好的一個這樣子的成績 製造業來講的話 我們大概就用數位分身 可以幫忙做人類機器手臂的一些調整 等等的這樣子的工作 那比較好玩的是 這個在跟資訊比較扯不上關係的 這個養殖產業傳統農業上面 我們也使用這樣數位分身技術 在養殖業我們把養殖老師傅的智慧 那做成了一個它的知識模型的分身 然後我們也在台南的北門 結合了現在餘殿共生的這樣子的一個議題 我們有一個這樣很好的一個示範場 那也實現我們剛剛講的 從AI的邏輯左腦跟漁民智慧的經驗用腦 一起去做一個養魚 這樣子的一個是提升整個養殖的一個產業 那我們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也在2019年有獲得了全球百大科技研發獎 這個是資訊界的奧斯卡獎 那我們有在同一年以後 1500個參賽者只選了100名 那我們是也名列其中 算是一個非常結束這樣子的一個成就 所以透過這樣的技術 我們把整個最強的邏輯左腦加珍貴經驗用腦結合起來 可以去數位化的保存跟精準工匠智慧的技能 未來的工作者就可以在AI的協助下 有一些智慧化伸展的能力 好 謝謝大家 太adan來話了 真的 真正 你 要 去看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